那要如何才能把零件都背棄呢? 什麼是客戶供應鏈管理? 他們做出來的報告是要給誰看的嗎?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來QREET CAREER 在這個頻道你可以看到第一手的荷蘭供應鏈工作消息 還有我們在歐洲生活工作的生活點滴 如果對海外工作生活有興趣的你,馬上訂閱起來!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什麼是客戶供應鏈管理 Customer Supply Chain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人都想要投遞跟供應鏈有關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想要做一串供應鏈專題 來跟大家鉅細靡意地剖析究竟供應鏈工作在做什麼 然後有哪些組織、function、部門等等 對供應鏈工作有興趣的你一定要聽到最後喔! 那究竟為什麼要客戶供應鏈這個部門呢? 這個部門就是為了客戶而誕生的部門 我們要滿足客戶的訂單需求是我們的首要目標 就拿我現在工作的半導體設備公司來舉例好了 因為我們的產品不像一般的民生消費用品 賣出去就好了 我們的產品呢是機器、機台 所以賣出去後呢還要定期的保養、維修、更換零件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要備齊客人要用的零件 就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六大種工作性質 第一個是Material Availability 我現在呢就在這個部門工作 那我們要把各式各樣不同功能的零件備齊 是我們的首要責任 然後讓客人隨時想下單 安排更換零件的行程的時候 都不要擔心沒有零件可以換 那要如何才能把零件都備齊呢? 很好的問題呢?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工作都有各式各樣的KPI 在檢視我們的日常工作 然後在我們公司呢 就是你要確保零件有達到50%的庫存水準 才算是合格 那我就來考考你 假如今天系統算出來這個零件要備5顆 請問50%是要備幾顆? 2.5啊 零件沒有半顆的 所以答案是要備3顆 你不能就低於50% 然後客人要訂3顆 你沒有那半顆 而且料也不能做半顆 那達成KPI 那你要有原料可以生產 可是如果是遇到沒有原料的狀況怎麼辦 那你就要去跟其他部門溝通協調 看供應商能不能為了我們提早出貨給我們 就是把其他公司的訂單給擠下去擠下去 那如果供應商雙手一攤沒辦法 那我們就要回去跟客人說 欸你的交期可以退嗎? 我真的幾月幾號錢沒有辦法生產給你 你去跟某某客人講說 請他們延後這個零件的需求日期吧 其實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但細節大家現在也不想聽 但大致狀況就是這樣 那比較常遇到的是 去叫供應商趕快進料 還是比較常遇到去跟客人說我做不到 兩個是同步進行欸 就你不能只單方便做一個 這樣就被客人覺得你們真的很 所以你一定要兩邊都同步施壓 不是啦就是同步的進行 然後只要有一方有好消息 那你的危機就會結束 第二個常見的是 Business Line 那這個business line 從英文聽起來超 vague 可是通常它就是處理一些 escalation的按鍵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管超多料 然後我們有超多 planner 那一定會有一些料是被高度關注的 就是什麼 今年最重要的這顆料 就是像明星一樣 然後全部的客人都想要這顆料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在跟high level的組織跟部門 來審視是不是每個料都安排得很好 那你剛剛提到的什麼是 escalation escalation呢 如果你去查英文字典的話 就是上升的意思 應該在蠻多公司都是指危機處理 因為原本事情這樣嘛 如果客人太不爽 他就會想要你 escalate給你上面的人 可能是主管 可能是business line 就看你在什麼樣的組織 就會有更多人加入去看這個cas 決定權就不在你自己手上了 可能就是客人很施壓 這顆料的供應計劃 狀況實在太差了 跟客人要的日期 差了好幾個月或甚至幾年 那這種就是你自己 就算加班做到半夜 都沒有辦法挽救的事情 那escalation就很重要啦 因為你要向全世界去呼救 就是我需要幫忙 第三個最常見的就是reuse team 不是recycle 是reuse 就是他們就要審視客人 退回來的零件 或者是客人用完的零件 我們會送去供應商修理 那有時候供應商就會說 不能修了 然後還有一個部門去審視 是不是每個零件 確定都壞掉 壞到底都不能再修 也不能再用 就這一個舉動可以 好好的控制我們的成本 然後可以把每一個零件 都最大利用化 那他們日常工作要做些什麼 我覺得我們要看到蠻多 蠻細的東西 就是每一個單 客人推了什麼料 然後那個料號 然後那個料的情況是什麼 然後去跟供應商 或者是跟planner互動 這個料到底下一步 要怎麼被處理 是真的完全害掉被銷毀 還是其實可以被送回去 供應商維修 成新的零件 然後我們再儲貨給客人使用 我覺得就像一般的消費用品吧 如果今天被客人退貨 那你這個單不就沒有賺到錢嗎 可是如果你公司有一個這樣的部門 可能去重新包裝 然後重新check 或是換個小零件 它變成全新的產品 那它就可以賣給客人啦 那你就不需要去進那麼多元物料 去生產全新的商品 下一個就是reporting team 那這個team呢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 超多人對data analyst有機會的話 reporting team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這個team呢 在我們公司 或是我們部門 是個獨立部門 那它的工作職責 就是幫我們這些做日常工作的planner 設計很多報表 或是製作dashboard 那我們就不用花額外時間 還要去設計報表 然後拉那些線上表格 就他們都幫我們做的美美的 我們之後就只要拿來用 或是輸出成excel 做報告就可以了 因為reporting team 它不會做很日常的工作 它不會跟客人接觸 它就是比較是 supporting role 性質的部門 那完全就是看我們這些business side 有什麼需求 他們就聽我們的需求 然後去跑專案 最後完成一個kpi 完成一個報表 或是一個平台 然後給我們使用 那通常他們做出來的報告 是要給誰看的嗎 就是給我們這種 跟standard planner看 然後舉例來說 我們自己也用很多excel 當報表啊 例如我剛剛講的那個 前面庫存量50% 那個在古早時期 一定就只是個excel 然後可能厲害點寫寫 VBA MicroPAL 可是我們現在呢 就是有線上平台 然後再也不用人工去 ERP SUP裡面撈資料更新了 每天呢 就是機器人就會自己去SUP 撈最新一天的資料 然後更新在那個線上平台 你只要點開那個網具 就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要跟的單 自己要跟的零件 Filtre你個人的名字 或是Filtre某一個特定料號 就可以跑出那個料號在SUP上面 各個數字 就很方便 因為大家也知道SUP 查一個資料 你要去很多transaction 你要點好多次 才能查到一個很完整的數字 可是如果有一個人 可以幫你統整全部的資料 放在一個線上平台 就會超好用 而且他們現在做的 也不是只是母Data的部分 他們就會依據 每個部門 想看的面向跟需求 去重新設計 那個報表的呈現 你就可以不用大海撈陣啊 不然 如果把全部SUP資料都丟給你 你要Filtre 你也要超久時間 如果你也喜歡數據分析的話 就很適合在reporting team上班 而且一開始 如果你還沒有太多的 supply chain的經驗的話 這個組也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你可以借著跟planner 或是跟business line互動 然後聽他們的需求 去學到很多商業知識 下一個是process improvement 只要是公司一定會有 process improvement 的部門或是小組 因為每一間公司都要想讓自己 變得更好 賺更多錢 那在我們部門也不例外 那這個小組呢 他們就是要推行比較多大型的專案 他們看的面向就比較廣 是以整個大部門出發 他們主要改善的就是我們內部工作流程 英文是way of working 那具體來說什麼專案呢 多年前呢 我們零件要自己手動去shop上面寄出去 就是你要create一個單號 就像你去郵局寄東西 你要去填單 create單號 那現在比較fancy 可以線上填單 那你還是要印出啦 可是如果你每天有上百個零件 或好幾十個零件 要support current 你就光在那邊create單號 然後你一天八小時就過啦 所以我們的price improvement 就會一直幫我們想 要怎麼樣改善他的工作 因為我們這些工作人們是執行者 我們可能每天工作就好累 我們也沒有那個多餘的精神去想 我們該怎麼改善你們的daily work 那你就需要一個組是獨立出來 然後用第三者眼光看 大家的工作到底有沒有效率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會在旁邊觀察 然後提出企劃書 然後再跟很多部門去開會 alignment meeting 然後最後取得公司給他們的資源 然後他們就會推一些改善專案 像我剛剛講那個create單號啊 他們可能就說 我們其實可以花錢請機器人幫我們create 那我們只要請客人那邊在系統上下單 機器人就會自己在shop上面create一個單號 然後把它寄出去 根本就不需要人為的去點按鈕 然後像我們部門如果有30個人 然後他們就要去算出 那機器人究竟省了多少能力 他們的工作成果就是要去看 究竟幫公司省了多少能力成本 或是省了多少時間 然後最後一個呢 是我覺得在半導體很有趣的一個部門 它是很project best 然後在我們公司那裡 它也是擺在customer supply chain裡面 就像我前面講嘛 我們整個部門都是為了support客人 隨時都有足夠的零件可以用 可是我們的機台很複雜很大一台 它可能不只用到A零件 它用到1000個零件 然後可能你要叫客人全部自己下單 客人就會覺得 那我光養一群下單的人就好啦 那我跟妳買產品就會覺得 喔你這公司服務很差耶 所以我們公司還有一個這樣的team 就是他們會幫客人量身規劃 然後也會跟客人就是近距離一對一討論說 欸這個機台要做個年度保養喔 大概你會需要這個清單的零件 我幫你列好了 那就拿大家常知道的夜車來舉例 你今天要幫車子做一個保養 你不是只要那個車子本身的零件啊 你還要有扳手 然後你還要有那個機床 那些其實在我們眼中都是零件 都是工具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們出的零件 不單是那個車子本身的零件 還有就是那些輔助工具 都是我們公司要全部都保到好的 那這時候就很需要project-based的 這個組來負責了 因為他們的日常工作 就不是看每個料有多少 他們的工作就是看客人在 假如說7月6號要做保養 他所需要的工具跟零件 有沒有在7月6號前全數到位 千塊不能在7月6號 客人準備工程室都上線到現場 一打開零件掃兩顆 那我們就會被客訴到爆炸 客人又不能摸摸鼻子說 我自己掃下料不好意思 所以當然是希望賣雞台的人 可以幫他們做這個服務 那如果打開真的掃零件呢 就趕快用最快速度補給他啊 這組的同事就會馬上聯絡我們說 欸信仰就是真的太尷尬 到現場發現不夠兩顆 可以請你用最快的速度 馬上寄給客人嗎 那如果沒有料咧 沒有料就會超級尷尬 沒有啦就是那個 所以為什麼前面就是說 你的庫存量要到50% 今天少兩顆 如果你剛好有三顆就沒問題了 對啊對啊 所以為什麼要一直備好那個 就是庫存的水平就是這樣 可是又不能就是備太多嗎 不行啦因為我們的倉庫 儲存成本是有限的嘛 那今天講的Customer Supply Chain呢 部門可以有多多或涉及有多廣呢 完全取決於你的公司規模大小 那我們公司的產品就比較複雜 所以分工都分的比較細一點 那我可能去一些沒有那麼複雜的公司 他可能就一個人會做比較多工作 然後或者是他就沒有分那麼多部門 就是很case by case 我們今天介紹了六種工作職責 很好奇大家對哪幾種最有興趣呢 馬上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吧 那我們就會拍更多的供應鏈系列影片 來回饋給大家 那覺得這支影片呢 聽起來有點吃力不太懂的朋友 也不要擔心 我們上次有拍一支供應鏈 在做什麼的影片 歡迎再去上一支影片複習一次 就會對我們今天講的內容更了解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妳管了這麼多部門 妳有沒有最想去的部門 資料分析啊 嗯 果然是Data Analyst 我也對Data Analyst蠻有興趣的 覺得他們每天可以碰到好多數據好趣喔